去開了旅行社 旅行社也掙錢 那另外有朋友還想去看旅行社 我說你千萬別開了 賣一張機票就掙十塊錢 這個門檻這麼低 你又沒有優勢 你一定會做得很辛苦的 所以你這個天時地利人和不在了你 你門檻太低 你比如什麼項目 叫做天時地利人和 就是你所在的位置 要這個項目的成熟度 要達到了這個市場能夠接收的程度 就是出現這個市場了 這叫天時 如果沒有這個市場產品再好 你賣不出去 低利就是你在這上面你有優勢 不管是資源 不管是技術 你有這個優勢 這是你低利 人和就是有人幫你幹什麼 做任何一個事情 你要問三個事情 首先你做什麼 第二個你怎麼做 第三個是誰來做 這三個事情你必須回答 所以人和就是回答的誰來做 你有這個人來做成這件事情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就是我們做海鮑油 海鮑油這個項目 就本身存在著一個天時地利人和 為什麼我們現在能夠做得這麼好 天時就是 首先我不管大的市場 就是現在回國的 就是現在回國的 不像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就是 四大建 四小建 就是電器買回去送給附墨建 現在國內電器被增加還好 大家購買了 有什麼東西先買啊 不就保健品嗎 保健品是一個很大市場 然後呢 本身這一邊的人 慢慢也接受這個保健的概念 我當時200年我讀了一個 加拿大衛生部出的一個市場調研 就這一邊啊 其實加拿大這個保健品市場 大概是80個億 然後每年是17%的增長率 這是很不錯的一個增長率 那麼我們的保健品明顯是一個非常好的 我們的海鮑油是非常好的保健品 這是一個天使的 第一例就是 海鮑是加拿大的文藝資源 其他地方都沒有 你做不了 你美國沒有海鮑 你德國沒有海鮑 這是我們加拿大 這是地利 人和就是說 在這個 我剛才沒講 在MIMS生物醫藥公司的時候 我們是開始 已經開始個海鮑油研究了 這一套工程 我們都非常好 我們也有一班的人 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事情很快地做得很好 比人家做得快做得好 就像這種項目 你一定要考慮一下這個事情 門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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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發展潛力效果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門檻 首先就是 你創業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門檻高的 或者你做了以後 你慢慢把這個門檻加高 這門檻就是很多東西組合的了 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企業規模 你企業規模大 人家再跟你競爭 就非常困難了 你這個知識產權有沒有專利 專利保護 這也是個門檻 有很多因素在這裡 你的品牌 你的品牌 你像在溫哥華 人家就任我們愛的海報搖 這也是門檻的一種體現吧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門檻要足高 這樣的話呢 你會慢慢慢慢越做越輕鬆 而不是慢慢慢慢越做越辛苦 這個錢越來越難得掙 大家你壓價我壓價錢 這是沒有幾個利用 還有就是快點講 就是這個服務和產品 這個是大家應該考慮的 因為我正是趨向於做產品 因為產品是沒有區域限制的 我今天可以做產品 我可以到這個加拿大賣 我可以賣到美國 我可以賣到這個俄勒斯 我可以賣到中國 我可以大地方賣 所以我本人傾向的 但是也有很多是做服務的 有些做服務是做得很辛苦 因為它受這個區域限制 那麼首先就是 這裡是兩個模式 兩個比較經典的模式 就是你怎麼啟動這個事情 那麼在五到十年之前 大家通常是採用第一個模式 就包括我在BioGenia 我也給他們做了另外一個資料公司 也是採取第一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就是你有個技術 我們這些在座人很多都有技術的 有自己的一些小配方 或者是專利等等有技術 然後你寫一個創業計劃 然後來找一些風險投資 好的 好的 好 好